台湾保险行业推出防疫险 原来多数保险业者将台湾的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率假定在1% 可是到今年以来已经有10万人确诊 防疫保单也热卖超过213万张 因此保险公司压力非常大 台湾金融管理委员会表示 确实存在风险 来看报道 台湾热卖的防疫保单 年缴保费多数不到1000元新台币 如果隔离或确诊 就由保险公司支付 2万到5万元新台币的定额补偿 当初多数保险业者 是假定台湾确诊率1% 但今年台湾疫情爆发 未来确诊率可能飙破15%甚至30% 果真如此的话 中小型保险业者恐怕有倒闭风险 台金管会也坦言有一点危险 独立的财险公司 很危险的会不会担心 积极客户 有点危险可以吧 有顾虑了 有一点危险可以吧 可以 以每张保费600元新台币 来算确诊需赔5万元 213万张保单 可以收入12.78亿 如果确诊率1% 要赔10.65亿 可以实现盈利 但确诊率如果飙到30% 就要赔319.5亿元 比保费收入高出25倍 将出现巨亏 目前还不会用危机这些事 如果出现里赔的数字 不断地增加 的确在财务上会有影响 会有压力 台金管会表示 现阶段整体产险业 资本氏族性还算健全 不过如果确诊人数持续攀高 理赔支出也相对增加 目前采取紧缩监理政策 避免保险液出现过度亏损